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专门分享金融商业及个人生长 那今天时间是2022年11月7号星期一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男人成功的秘诀 或者是男人自负的秘诀 那个很久以前我有看过有一篇文章 有一个富人 然后他就跟大家分享说 他自负的秘诀是什么 他自负的秘诀是 他要赚多少钱才可以满足他太太的需求 所以他的人生目标就是满足他老婆的需求 所以他终于赚很多钱 那这个东西是我很久以前有看过 有人写到的一段文章 那还有就是说 西方有一个有句话 就讲说happy wife 就是happy life 所以就是说 你的老婆只要快乐 那你男人就会快乐 就是说他的意思也是一样 就是你要满足老婆的需求 那其实东西 这东西为什么 其实我事后想想真的有一定的道理 为什么 因为其实男人的物质的需求水准是比女人还要低很多 所以你看一下欧美这边 在车站的附近的游民 是不是100个里面有99个都是男人 女人极少 非常少 几乎是没有的 都是男人 为什么 因为男人在很低的物质条件情况之下 他照样可以生存 而且他生存得很好 这个东西就是探导说 其实男人 其实本质就是一个 在外面的一个战士 在外面展示 古代的话 可能他是要去外面获取猎物 比较原始 以前原始状态是这样 反正他工作就是去外面 去打猎回来 或是去外面反正就是去外面去赚钱回来就对了 所以他的物质的要求会比较低 那女人就是在他的窝 他的家里面 所以他想法就会比较多 他就如何花费心思 弄什么好吃的 打扮的多美 所以就说 男人的物质的要求会比女人低很多 所以这个东西之前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男男人要穷洋 女孩要富洋 一样的意思 一样的意思 所以说 如果 男人只是为了要满足他的需求 那他需求其实很低标准 所以他就不会去 努力想办法去赚大钱 所以如果假如说 他现在开始有一个中心思想 如何满足老婆的需求 那他的 他的目标就比较高 所以他就比较容易达成 这个致富的一个目标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说 男人到底要如何致富的秘诀 这个就是我之前常常看到很多资料 其实觉得真的是还是蛮有道理 因为男人 随便吃其实就可以了 日子就比较简单 就可以过了 但女人一定要好的东西 好的东西好吃 好漂亮的东西 这样子 所以就说 我们接下来男人的目标就是 如何满满足老婆的需求 这样我们才会做比较好 这样会做比较好 OK 那以上分享给大家 谢谢收看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